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我是老掌柜 今天我们要进行的是 WiiU模拟器的进阶设定 我们要设定的内容 包括了 一部编译的功能 图形插件的管理 以及Amiibo的使用 在节目开始之前 如果您还没有安装WiiU模拟器 CEMU的同学 麻烦请先参考我们之前的节目 进行模拟器的安装 闲话不多说 开稿 首先我们要来处理画面卡顿的问题 CEMU呢 它是在游戏执行的过程中 逐步的去读取 它所需要的绘图素材 所以当模拟器绘图素材的读入 来不及跟上使用者 卷动画面速度的时候 它就会造成卡顿的现象 而这个卡顿的现象 会很明显的影响我们游玩的感觉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 我们这一个马利欧赛车 当有新的物件出现时 它就会进行读取的动作 而这个读取的动作 我们可以透过画面的左上角 来看它它目前读入了多少的素材 而这个素材读入的动作 也正式造成我们卡顿现象的主因 那在我们目前使用的CEMU1.2.2的版本之中 有针对这个素材读入的卡顿 进行了一些刻书的处理 不过它预设值是关闭 请各位先开启模拟器 模拟器开启后 我们选择选项 选择通用设置 接下来我们选择图形的页签 那在图形的API这边 系统的预设值是OpenGL 请各位将图形的API修改成Volken 请注意如果你的显示卡不支援Volken 那么您就无法使用我们这一节所做的设定 将图形API修改成Volken之后 请各位检查您的图形设备 它后面的显卡型号是否是你目前所使用的 基本上应该一定是啦 如果有答非所问的同学 麻烦在留言区留言一下 让我们来看看它灾情的情况 检查完通用设置的图形API 还有图形设备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闭通用设置的视窗 接下来请各位选择调试 选择实验性功能 将一步编译的这一个功能开启 那各位注意 它一步编译的后面 它有刮胡写一个Volken 表示说它是只有支援Volken的这一个API 那么如果您刚才在通用设定那边 已经设定了Volken 那么您一步编译也没有问题 请将它勾选 勾选之后我们再回到调试的实验性功能 你的一步编译的左边就会有一个勾勾 表示你一步编译的功能已经开启了 那在开启一步编译的功能之后 我们再回到马利欧赛车的游戏之中 实际的跑上一圈 各位就会很明显的发现 卡顿的情形已经减少很多 甚至于以我个人的状况来讲 它卡顿的情形已经不会再发生了 不过依照官网所提供的讯息 使用一步编译会有产生破图的现象 这破图的现象最主要是发生在于 画面所显示的素材 系统还没有读入 不过由于一步编译的关系 画面还是将它呈现出来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您在使用模拟器 也要产生破图的现象 那是因为一步编译的关系 那在破图与执行效能二选一的情况之下 目前我个人比较偏向让它破图 另外不管是Volkan或者是一步编译 它都非常吃系统效能 所以如果您的硬体并不是很好的同学 请先有所觉悟 再来做这一方面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图形包的使用 在我们模拟器进行设定的时候 我们曾经有针对模拟包进行一次安装 如果各位同学当初有按照我们的影片的顺序做 那么您现在已经有图形插件包了 请各位点选选项 选择图形插件 在图形插件的右下方 有一个下载最新社区图形插件 这个按钮点下去之后 您就会进行图形插件的安装 另外如果您在安装模拟器的时候 已经有进行过图形包的安装了 您也可以在这边 透过这一颗按钮 来进行图形包的更新 到这边点击一次 它会开始进行版本的检查 那么他们告诉我 有新的要不要更新 那就答是 它解压完成之后 您的图形插件就会更新到最新的版本了 过去我们所做的模拟器图形设定 都是针对整个模拟器下去进行调整 那在CEMU 它是针对每一个每一个游戏 去进行图形插件的控管 那由于它每个游戏都是独立分开 它每一个游戏它所支援的插件数目是不一样多的 我们来看马利欧赛车 它支援的插件呢 共有六样 那我们来看资源最整齐的萨尔达传说 荒野之席呢 它的插件可是不得了的多啊 一眼望去七八九十项 那荒野之席呢 它不单单在插件这边拥有我们一般标准的图形插件 像目前我折叠起来的这两个呢 是标准的图形插件 还有其他MOD的插件 那MOD的这边呢甚至于还有金手指 我们可以把金手指打开 像金手指这边呢 它有这个无限的amiibo时间 你的amiibo呢不用冷却时间 血量不减 体力不减 武器不会损坏 弓箭用不完 这些我们都点一点 等一下我们试荒野之席的时候 顺便试一下金手指 所以CEMU的图形插件呢 它并不是单纯的图形插件而已 严格说起来 它像我们以前在做PS2模拟器的时候 的plug in的观念 那其实插件也是plug in嘛 其实它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 它都可以透过插件来实现 所以说呢 当你一拿到新的游戏之后 你可以呢 透过这个图形插件的更新 来看看说 你目前要游玩的这一款游戏 它有支援哪一些功能 那您呢可以透过这些功能呢 像我现在我透过它cheat的功能 等一下呢我进行游戏呢 就会非常的顺畅 因为已经无敌于天下了 那这金手指的部分呢 我们先把它勾起来 等一下我们在游戏里面呢 再来测试 那言归正传 那一般呢标准的这个解析度插件呢 几乎都是每个游戏都会有的哦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玛丽兄弟 他的这个图形这边呢 他就有这个解析度的部分 那解析度呢 你可以自己来设定 他有些解析度后面呢 他有写这个native两倍 4k native三倍 这个native乘几倍的功用呢 其实我们在讲任天堂N64模拟器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有提过了 他是直接针对你的这个图形像素 去做倍率的放大 所以他失增的情况会减少很多很多 所以说当你在调整解析度的时候 如果你有看见这种native的 native乘几倍 native乘几倍了 你可以直接优先选择他 没有问题的 因为呢 他这种放大项目呢 会比像他这个3840乘2160 会比同样的3840乘2160要好上很多 那为了解说方便呢 我们现在把其他游戏都折叠起来 因为荒野知习他的插件最多 所以我们就直接针对荒野知习 来去进行一个讲解 那首先呢 这么多插件里面呢 最重要的呢 除了刚才的镜手指之外 另外还有个功能 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这个FPS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FPS的这个功能呢 将我们的画面呢 输出从原本的30帧 把它向上提升到60帧 那这边是各位 你要四个全勾也没有问题 那我个人的习惯呢 是勾三个 他必须的这三个把它勾起来 那勾选了之后呢 各位可以透过我们目前呢 画面影片的展示呢 可以看见哦 他的这个动作流畅的很多 他这个60帧是实打实的60帧哦 这个零刻跑步哦 残障的情况就减少很多了 所以这个FPS的部分 请各位一定要勾选 那勾选之后呢 右边呢 他有一些项目可以修改哦 问您呢 您要锁定的帧数 我们就锁定60帧就可以了 基本上单机电动嘛 不用太认真 我们将FPS折叠起来 那其他的MOD插件呢 各位就看你的需求 自己下去勾选了 接下来我们打开图形的项目 在图形插件这边呢 他有三个项目 第一个项目呢 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哦 抗锯齿模式 那抗锯齿模式呢 我们也已经做过很多 模拟器的这个图形设定了 不管是PS1 PS2 或者是SUTIN这些 我们几乎每一个都有开抗锯齿 抗锯齿呢 也是目前的我们图形修正呢 蛮主流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无论如何呢 请各位呢 一定要把你的抗锯齿开启 那右边呢 有你抗锯齿的方法哦 那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都是选择FPSAA啦 再来呢 第二个是解析度 解析度这个就不用多说了哦 他彻底的修改你画面显示输出的方法 也是对我们画面精度调整呢 非常好的一个手段 那各位就看你画面的需求呢 下去调整 我这边调整成3840乘2160 那这下面呢 是这一个光影的解析度哦 另外他在解说这边有讲 他会占用你大量的VRAM 那所以呢 各位这一个项目呢 就不要太勉强 那以荒野之息来讲 你不开也无所谓 那如果呢 你想要得到更好的光影呢 那你就自己把它打开就OK了 没有问题的 图形设定完毕之后呢 我们再往上看是增强的部分哦 那这效果增强的部分呢 有两个请各位一定要勾 第一个呢 当然就是相遇性过滤 那按照我们过去的使用习惯呢 相遇性过滤呢 没有再开低于8倍的啦 就给他8倍下去就对了 那相遇性过滤呢 他实际主要的功能呢 各位请参考我们PS2 4K影像那一集 在那一集之中 我们针对这一类图形的功能项目 有做很详细的解说 那这边我就不再重复讲了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己回去听 然后还有颜色景深 这个也要把它勾起来 这个不勾的话 有时候你画面哦 的颜色变化的部分 会产生很明显的射线 那其他三个项目呢 各位就看看你个人的需求了 就没有什么非够不可的东西了 增强项目呢 我们开这两个 颜色景深 还有相遇性过滤 我们将增强效果折叠起来之后呢 最下面还有一个 针对你GPU的部分呢 那这边呢 各位就看你选用的图形API是哪一个 他要写OpenGL 那由于我们现在是使用这一个Vulkan 所以我们能勾的只有这两个 那将图形插件都设定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关闭这一个视窗 重启模拟器 之后我们启动荒野知情 那么首先各位请先注意 我们画面左上角的这个部分 我把它缩小一下 这边有个FPS60的数字 那基本上来讲呢 我们刚才已经锁定了这个60帧的部分 所以呢 不管我林克怎么跑跳 他都会维持在60帧 他都会维持在60帧 另外呢 刚才我们有进行一些金手指的项目 像我有勾选无限体力 所以呢 现在我跑了我也没有那个绿色的圆圈了 原本呢 会出现一个林克的体力的绿色圆圈 那这边呢 也没有显示了 表示说金手指是有作用的 我们传送回高塔 我们来测试一下 血量不减有没有效果 应该是有效果了 刚才体力不减都有效果了 血量不减一定有效果 那我们跳下去 连腿骨都没有断 端端的还是3D血 所以金手指的部分也是有效的 我们来看我们爬高塔的这个动作 他都维持在60帧 另外呢 各位可以注意你画面的左上角 他随时都在读取新的素材 另外呢 由于呢 我们有提高解析度 所以目前他这个解析度看起来 已经不是原本WiiU的样子了 那么呢 这样子的一个画面输出效果呢 是非常之好的 各位有空呢 一定要来试看看 最后我们要在模拟器里面使用Amiibo 来与对应的游戏进行互动 Amiibo是任天堂发行的一种小公仔 透过这个公仔呢 与游戏联动呢 去呼叫出额外的对应功能 所以他后面呢 为了方便我们呢 扫描 他还有提供这个纸牌款式的 就不用一个那么大公仔 或小公仔在那边 跟你聊感敲来敲去 那在模拟器之中 我们当然没有办法 直接使用实体的Amiibo 那这边呢 有其他的玩家呢 帮我们把所有游戏的Amiibo 都整理起来 压缩成一个档案 这个档案我们会留在影片说明之中 有需要的玩家呢 再自己去取用 并且进行下载 那下载完成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压缩档案 那请把它解压缩 解压缩以后 会获得一个同名的资料夹 将这资料夹打开以后呢 他就有他分别对应的游戏 那么等一下我们要实测的呢 一样是荒野知习里面的Amiibo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他荒野知习的Amiibo 有哪些玩偶 这个作者还不错 他把每一个图都有拍出来 那这边的PNG档案呢 则是让你看他玩偶的长相 是什么样子啊 实际有用的呢 是这里面的BIN档 我们就可以再回到 模拟器之中 我们再次执行荒野知习 要在游戏之中使用Amiibo 首先必须要开启您游戏本身 Amiibo的功能 以荒野知习为例来说呢 我在系统设定这一边 的设定选项就有Amiibo是否使用 你一定要在游戏里面 把Amiibo的功能开启了 您才有办法继续进行下一个步骤 各位请注意一下 那我在Action里面呢 开启我的Amiibo功能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使用 Amiibo的功能 呼叫Amiibo的功能之后 接下来我们要选择 我们要使用的Amiibo公仔 请各位点选NFC 选择载入NFC文件 在选择的档案项目这边 指向你的Amiibo资料夹 选择对应的游戏 我们目前是荒野知习 所以我一样选择荒野知习 那么它支援的是 我们刚才讲的BIN的档案 我这边有一些BIN档案 各位看你要使用哪一个 那这边刚才有看到一个林克朗 点选开启 就会呼叫Amiibo的物件了 里面的是我们的林克朗 那由于刚才我们在金手指那边 有使用无限Amiibo的功能 所以我Amiibo还能够再次开启 不然正常来讲 Amiibo都有冷却时间的 不会让你这样子一直使用 因为一直使用也蛮作弊的 我们再呼叫Amiibo 这一次我们试别的物件 我们使用波克布林 掉出了一堆肉肉跟宝箱 以上这部分就是我们Amiibo的使用方法 透过NFC以及我们准备好的Amiibo档案 与游戏来去进行相对应的互动了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各位也赶快来试作看看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ae by bwd6 咱们 在下期试后